无国籍小孩一直是政府难以解决的课题 这当中的原因有很多 而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非婚生案例 也就是小孩的父母 他们没有合法结婚 没有向国民登记局注册为合法夫妻 如果孩子的母亲是外国人 那更是难上加难 小孩没有办法自动获得大马公民权 只能跟随母亲的国籍 这些小孩也因此没有办法享有一般大马儿童的福利 在这去年国内据说至少有30万名这样的无国籍小孩 数目不小 那到底政府要怎么解决呢 内政部副部长阿兹斯·扎曼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环节 回答行动党幕威国会议员尼可汉的附加提问时指出 为孩子申请公民权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政府 因为根据我国法律 国民登记局是依照父母的婚姻状况和国籍 来鉴定孩子的国籍 我担任马来西亚 尤其是老男或女孩 不敢交易 不敢搭 因为这就是我们担任 为我们确定 让孩子们在这儿 有证明 父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透露 政府发现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官僚体系 导致一些需要援助的民众 因为不支持该区的人民代议室而无法获得签名批准 因此他们决定简化申请过程 旅游部长莫花莫丁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附加提问环节 被巫统江沙区国会议员马斯杜拉要求说明 我国向联合国申请将本地文化或产品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及资格是什么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的回应竟然是 我不记得 我认为这些规则 但是我太认识了 所以如果我认为这些规则 我认为这些规则 我认为我会给你写 所以我认为这些规则 我认为这些规则 可以